其实中央政府的地方总体来说就两个权 一个财权 一个市权 表面上看起来是两个 实际上是一体的两面 就我托你的底 我给你钱 我能够把该给你的给足 或者甚至有时候我能支持你 你就听我的 对不对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如果说我从你这拿不到钱了 然后你还让我去干其他事 我怎么干 所以其实这东西它会带来一个 真的是就是如果中央和地方在财权上出现大问题的话 如果真的到最后中央它不来拖这个底的话 那么到最后就是什么 那地方你叫我维稳 我维什么维啊 对不对 你让我这个公安去抓人 我抓什么抓呀 那整个这个地方的很多这个系统它就会失灵 所以我估计习近平现在也可能也看到了这个乌鲁木齐 觉得那些人走上街之后没人管 对 警察看不见 你想在上海那种地方 大家能围在一个地方高喊 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 如果警察管的话 警察只要动一动 根本连人都拘不起来 所以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估计习近平他已经看到了 如果说这样的危机拒绝下去的时候 地方 因为我没有钱了嘛 对吧 我原来这个拿多少钱 现在还给我减薪 什么绩效也没了 那到时候我就躺了嘛 那这种躺了之后 实际上那对老百姓来讲 老百姓本身怨气就很大 对吧 那我可能后面这种不一定是白纸革命了 就不知道是其他什么革命了 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开始瓦解 这是共产党原来是最厉害的地方 但是现在成了它的软肋了 这就跟财政枯竭 而中央呢 我个人觉得中央它为什么不管呢 其实中央现在也没有多少钱了 对 因为中共它花钱的地方太多 就是它对外这种花的钱像这种搞外宣都是什么上不封顶的 就是你去在那边弄几个特务派出去 要怎么去把哪边什么美国的官员搞定上不封顶 那么这种都是花了大量的钱去干 为什么呢 为共产党维护它这个形象 维护它体制去干这些事 其实我还有一个什么感觉 你刚才说有钱没钱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相对的 你就发现我想起来什么呢 就是从政皇帝你看到他最后的时候 那些官员都有钱 对 就说他实际上只是谁没钱呢 国库没钱 你把这些官员后来不是李自成进京之后的话 从那些官员手里边弄出来是非常巨额的 上千万 七千多万好像我记得 七千多万两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拿出来了 中国其实现在也存在这个问题 你看前段时间我们看到有些专家在呼喊着说 哎呀 中国这个存款这么多 对吧 一年又增了15万亿怎么办呢 大家买房子 可是问题是这个钱不是普通老百姓的 普通老百姓在经过这三年的这种清零折腾 实际上现在稍微有一点钱 他要想办法会把它存起来 不敢花了 而真正的有钱的呢 就是按照之前的我们看到 像招商银行或者民生银行等等这些的统计来讲 那么2%的人占有着中国财富的80%以上 那么所以这种情况 而这些2%的人是谁呢 大部分是官员或者山官的这些台课阶层 全贵阶层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消费消费不了 买房子没人来去 这个时候谁去买房子呢 对吧 这些官员你说我再买个几百套 那我也不干 对吧 因为你没有地方去击骨传花 传不下去了 所以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地方政府现在也着急了 包括这个刘鹤跑到这个达沃斯去 对吧 他也在喊说这个房地产是这个叫支柱经济 对吧 他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他还也想再去打这个房地产主义 因为否则的话地方政府是没钱的 你往靠政府也没钱 当然开放了他也是想说你们继续给我投钱 反正这意思就是说我穷了 现在就是给你们磕头做一 所以这个刘鹤到最后还长长的做了一个一 对吧 这个在公共的历史上来讲的话 也是很罕见的 非常低姿态的 代表着说我现在真的是有点穷途末路了 没钱了 而真正有钱的那些主我动不了 所以其实对习近平来讲 我觉得他错过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种好的时机 就是当他刚上台的时候 其实那个问题已经爆发出来了 他其实那个时候最应该动的是什么呢 是整个公务员体系 把它彻底的削减一大部分 然后把你的整个这种开支各方面的降下来 这样的话他才可能 老百姓才可能慢慢的更多有钱一点 然后整个社会的发展可能相对能良心一点 但他不干 结果他就拼命的去折腾 甚至还去折腾什么国际民粹 或者是觉得自己是膨胀了 对吧 要东升西降之后开始对美国宣战 对英国宣战 对澳大利亚宣战 对加拿大宣战 反正比茨奇太后搞得还多 他要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 我记得人民日报的标题是这样的 对吧 而且你说的达沃斯的那个情况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达沃斯的情况 以前达沃斯都是中国最有钱的民营企业家 他云集了 今年一个都没有 马云哪去了 马云养猪去了 听说 马云全家现在在泰国 有人家在日本 对吧 所以他现在应该 我个人觉得他不会回国 他买医院了 他买了4000多家医院 他下面 阿里下面有个专门有个投资部门 那当然是未来什么东西最赚钱呢 那可能他就买什么 火葬场可能烧不了多久 医院是一个比较好的 还有就是农业的一些东西 因为粮食 这个价格 我估计他们主要是投资 但是凸显出来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达沃斯的这个事 凸显出来一个 刘鹤是向外资 要求外资 呼吁外资再去投中国 中国内部也想这些内资也回去投资 但是这些内资 我不知道中国的这些私人企业主 这些资本家都是些什么人 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们都是比我聪明的人 因为如果是我 我肯定不去 我要有这个钱 我第一件想的肯定是怎么把它挪走 安全 是吧 资金大到一定程度 安全一定是比利润更重要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经济现在会问题 很像明朝末年 刚才听风说的 非常像明朝末年 而且又是疫情 又是反叛 又是国际 又是财政 经济的问题